早来看到的是平常在汇车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在高雄凤山这边就有一个狭窄的巷弄 这女骑士是一连闪了好几次灯 要求对方驾驶倒车让路 没想到对方都已经倒车了 她照样挡在路中间 是引发争议 站一向汇车尴尬了 女骑士为了真道使出闪灯大绝交 我闪我闪我闪闪闪 就是要闪到驾驶倒车为止 女骑士边闪灯一边催油门 叫车驾驶缓缓后退 倒车让出左前方的通道 没想到 女骑士有路照样不过 一连好几次闪灯闪不停 挑衅意味十分浓厚 不仅闪灯 女骑士还在巷子中间 慢调丝里的调整后照镜 发现驾驶没有继续往后退 又不耐烦的继续闪灯抬手 动作超多 摆明就是要挡路 影片po网转载后 网友纷纷大骂 闪灯姐实在太超过了 不让人会这样 没有 你们这边汇车会很难汇吗 就一台车 那车如果开来的话 就不能两台车 这里本来就只能一台 这里路本来就很窄 这里路本来就很窄 而且你看那个地方停车 转弯的地方停车 实在就不是很好 那常会遇到卡在这里的状况 卡在这里都很少 重回现场 当时闪灯姐就在高雄凤山 这条巷路内 遇上轿车迎面而来 两车汇车卡卡 附近住户说 想过窄像真的没有这么难 有办法过吗 没办法 那你现在过要怎么办 找位置 这个部分一定过不了 只有这边的部分 跟前面的部分就可以 机动性高的人的车辆去移动 然后就四个斤 然后切方向灯 然后旁边闪一下就可以了 邻居说影片中的闪灯姐 应该不是附近的住户 也因为巷子不属于单行道 两车窄向相逢 谁该退让也说不准 但闪灯姐用车灯逼腿驾驶 轿车让路了 还故意不过 气焰嚣张 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接下来我们的蓬佩儒 高兴报道